是这样的 话又说回来吧 如果我们老板没有为你提供这个很好的平台 那你如何又去创造那一部分剩余价值呢 也许你连机会都没有 是这样的 话说得很像个老板说的话 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我是做酒店的 开酒店的 是这样的 先生做什么工作 书店老板 书店老板 来吧 书老板说一说 做老板的真的是挺苦的 特别是那个小老板 你说大老板他有一定规模的 他可能就是说各方面都还比较成熟了 小老板很多事情都必须要亲力亲为的 员工就管好自己 就是个好员工 老板除了管好自己还得管好员工 翻方面面的事情 又看到今天就是对方便用的员工 觉得他一肚子抱怨 我觉得一个老板应该就是 员工说想让老板把他们当家人 我希望员工能把那个店 把这个公司当成自己的家 嗯 对 这句话我听明白了 希望员工把自己的店当成了家一样 哦 大鹏 我是觉得啊 现在的年轻人缺乏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 我们听听老先生是怎么说的 刚一开始就业 就要求这个要求那个 你们不想一想 其实每一个老板都是从员工干起来的 他们也经历过你们的那些 而且你说 到底是老板辛苦还是员工辛苦 你问问刚哥 刚哥在这主持节目是给辽宁卫视打工吗 对啊 是吧 一天天开开心心的 节目收拾率也好 德约社的队伍是自己带的 对 当老板你知道有多辛苦 对 是吧 所以呢 其实啊 咱们可以用数据来说说话 员工到底为这个企业 为老板做了哪些什么 嗯 我有个小准备啊 咱们说啊 一年365天 兄弟 你这日子过得够细的 咱们往下看啊 365天合成是52星期 每星期你有两天休息 实际上你就一共休息了104天 还剩下多少 261天 你这卖吗 你这卖吗 这个我用完了 我送你 真好啊 再来看这个 还有 16个小时 你是不工作的 在一天当中 对啊 睡觉啊 站起来的时候 他们看不见 来 是吧 来 剩下的时间你用来 泡妞逛街 6猫 6狗 6乌龟 实际上还没写 他可以去德云社看相人啊 剩下多少天 87天 我是这么想了 他6乌龟的话 87天不够 甚至 每天啊 你得用30分钟来上网嘛 咱打了开看看 一共还剩下多少天 每天你还得用一小时来吃饭吧 最后还得请两天病假吧 一共就剩了16天了 16天 16天 你最起码你得请 有五个法庭家人给你休息啊 春节 劳动节 清明节 国庆节 端午节 最后一天 十天年假 最后的十天还是年假 嗯 哎呀 你探琴房有花水什么的 还剩下多少了 没了 这儿有呢 还有啊 就剩下一天了 啥玩意贵不贵啊 那你这么一说呀 就还剩了一天 这么说老板们也太冤枉了 是不是啊